大家好 四月五日 星期二直播 這一節說 一個很爭議性的話題 叫做時代革命 以及這個叫做願榮光歸香港 歌曲使用權事件 這個叫做 周冠威導演再出來回覆 事源 早幾天這件事開始發酵了 自從時代革命電影上演之後 爭議就開始走出來了 其實時代革命電影也曾經有 極端一點的言論 周冠威也是在吃人血碼頭 人家是流血 人家是坐牢 人家是拍一部片賺錢 有這樣的說法 我們稍後再慢慢分析 原則總之要相同 原則相同的時候 如果你有一個一致性的標準 就沒有問題 例如你說周冠威吃 那麼一定要狼括其他人 這樣就公平了 你說我們也不要緊 但標準要一樣 你不要你做的時候 我說我是手作什麼的 因為你就在吃人家了 所以標準全部一致的時候就沒有問題 單向你壞人的時候 你自己又不適合就有問題了 如果周冠威在吃 肯定很多人都在吃 這件事一定要說 也不只是幫他說說話 不會因為他做了一部紀錄片 他甚麼都適合的 要持平說 說說甚麼事 這個事源是時代革命的導演周冠威 遭受指控說他時代革命這部電影 沒有獲得願榮光歸香港的作曲人授權 還有一些不實的指控說他需要作出澄清 事源在2020年11月的時候 這個團隊 就是獲願榮光歸香港的MV授權 將他收錄在電影裏面 到了去年12月 收到DGX的團隊 查詢 才發現這個MV授權並不包括 願榮光歸香港的音樂著作權 即是這樣 MV授權就是 MV就是那個音樂影片 就是那個畫面 就是一隊樂隊在拉走 那個 就是MV MV授權就拿了 歌曲的音樂就拿不到授權 他現在說 周冠威說他隨即道歉 我看他的澄清 他就跟DGX團隊的Thomas 定下了三個共識 他應該是有電郵來往的 第一 電影的盈利將會支付 3萬元的使用費 第二 在官網澄清相關版權爭議 並且致歉 第三 在線上版本加入 袁榮光 歸香港的工作人員名單 這個就是當時大家的共識 結果 過去幾個月雙方繼續有電郵交流 然後就說 如果他預計的盈利 至少 就會在 半年之後才會出現 目前 周慧威也說 繼續在虧損 未有盈利 因為事源就是 應該是DGX團隊上網說 他沒有誠意交流 所以周慧威也說回應這一點 到了今年3月 一個月之前 團隊再次收到 Thomas的電郵 說 鑑於現在就是貴團隊 時代革命的票房反應 我想 向團隊 爭取 一個更加合理的版權使用費 希望貴團隊可以考慮 例如按照盈利的某個百分比 例如3% ETC 周慧威再澄清他們從來沒有違反協議 亦向Thomas表示 沒有及時公開道歉 自協 收到訊息之後已經立即草議 可以提供雙方修改的合約內容 然後就承諾 將這件事 網上公開 現在正在等待這個Thomas給他合約的修訂版 大致上 來龍退幕就是這樣 即是盈利的3% 我們看看那些 圖片 要做 剛才有人給我那些資料 因為我不是齊記 另一個版本就是要求票房的0.3% 票房的0.3% 票房的0.3%和盈利的0.3%是不同的 因為票房可以很大的 但是盈利可以很小的 當然也可以反過來 票房很大 盈利也很大也有的 所以到底當初 這個截圖是3月27日 星期日 就是這樣說的 基於上述情況 近日從各大新聞報章得知時代革命紀錄片 票房成績不續 亦會在近期更多國家地區播映 基於上述的情況 特此來信 查詢以下的事項 當電影有盈利之後 支付願榮光歸香港的使用費 然後括弧一 可否請你們編定版權授權合約 以供雙方簽訂 以保障雙方 著作方和使用方的權利 第二點 我之前提出 HKD$3萬的使用費 不過 鑑於貴團隊的票房反應 我想 向貴團隊爭取一個更加合理的版權使用費 希望貴團隊可以考慮 例如如依盈利的某個百分比 3% etc 第二點 在官網出post澄清願榮光歸香港的使用權事件 後面就不再讀了 留言就是 著名的Thomas 但是 3月27日之後幾天 短短一個星期就炒到 現在一班一個人 一人不說到吃人的饅頭 就說他要白做 一個人就做了condom 被人用了一個版權 就甚麼都沒有了 很難聽的那些說話 問題又來了 又是有些TG化模式出現 每一件事 人家在商討中 其實在商討中 都沒有談完 就已經爆出來 可能人家是肯定的 問題來了 到底現在 當初 大家有沒有協議呢 當初大家 可能沒有一個簽實了協議 但其實大家是有共識的 是有共識的 因為其實電影使用是有30萬元 其實已經等於抗好了 等不等跟當時我們要求五大訴求 那你突然間我要地八大訴求 首先第一 如果你當作是版權事件 現在你是不是要當作商業糾紛 我們說商業糾紛 我們稍後再說公共那一部份 私人糾紛 大家說甚麼 一定說合約啦 就算不說合約啦 大家都在最低限度說共識的信字 即是說意向 現在如果你看回 DGX DGX的團隊 說得很清楚 白紙黑字自己寫下 鑑於你的新聞 現在更加多的地方上映 鑑於你的票房不俗 我想向你重新爭取更加合理的版權使用費 換句話說 大家原本是有共識 他只是這句已經透露了 我們原本已經有了 deal 已經有了 deal 你的 deal 有沒有簽實一份白紙黑字合約 又是另一件事 但大家已經有了一個 idea 共識了 你現在想爭取 換句話說 你是在一個共識上面 想build up extra 另一件事 別人如果願意付 就願意付 如果別人不願意付 其實嚴格來說 你是不可以說別人錯的 因為當初說好了 私人商業糾紛 就算是私人事件 這件事當然不是私人事件 待會有公共成分 我們先說私人的部分 私人的部分 這個團隊做的事情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是事後 當你達成共識的時候 你再要求一件新的事情 人家有權say yes 有權say no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初 講三萬元的時候 人家給了三萬元 如果人家虧本 你是不是貼回別人 到時他反過來 周冠威的角色 我當初跟你說了三萬元 轉頭 我們這套電影 全世界虧本 你可不可以補貼回我 補貼回我 三萬元硬骨斷斷你的嘛 我不知道賺還是虧 我做之前 我其實不知道賺還是虧 有些像地產商 租一個店舖給我 做生意 你想賺取一個盈利 你要看一本帳 那你 你會不會參與他的成本 你想要他的票房的成績 沒錯 不要緊的 如果你當初 人家一天跟你說了賣團 因為他要賣團 可能他的電影 票房沒有人看 虧五百萬 然後再給你三萬元 反過來周冠威是否跟你說數 我現在沒有三萬元 基於票房 周冠威說 周冠威說 基於票房很差 我可以問你拿回三萬元 你覺得這樣合不合理 你覺得這樣合不合理 還有一個問題 他說我三萬元不能給你 你可不可以補貼回3%的票房 給我 現在反過來是這樣的嘛 現在是3%的盈利 現在是3%的盈利 虧損了是不是你會補貼回3%的虧損給我 票房虧了400萬 你是不是會補貼回12萬給我 一樣的 大家要講合理 現在只是講合約問題 大家說好了的東西 原來說好了的東西可以反悔的 你現在是拘捕別人爛腳 說好了可以反悔的 如果雙方同意 如果大家同意 問題就是現在人家還沒有同意 跟你還在丟緊的時候 你就罵了我上網嘛 TG來了嘛 他現在想透過TG 用壓力去逼人家就罰 很明顯是這樣的 是的 所以周官要出來澄清 要出來回應 第二個問題來的 更加嚴厲的問題來的 這件事是不是一件私事 我真的想問大家 時代革命是不是私事 時代革命 這部是紀錄片 所以剛才如果你說有某種標準 你說 逢是用時代革命 去做任何 跟商業會有掛勾 不是100%的商業 有掛勾的東西 就會是人血的話 其實這個世界 所有黃店都在吃 不只是周冠威 不只是 清奇而得道 不只是 全世界都是 包括所有黃店 因為你利用時代革命 去做一些跟生意有關的東西 如果這個是標準 通用的話 所有黃店都在吃 標準要一致 如果你說這件事就要標準一致 就算你不做生意 不做黃店 你去問人家拿錢 說因為我是時代革命手足 你也在吃 除非你確保所有人都可以公平拿到那筆錢 不然你也在吃人血饅頭 再嚴厲一點的問題 這首歌是不是屬於你一個人 這首歌是不是屬於你一個人 首先說一下 現在這首歌 已經變成了香港人的共識 就是我們當國歌了 將來見國就變成一首國歌了 除非將來有首更好的可以取代 是不是 如果不是 這首歌將來見國的時候就是國歌來的 那國歌到時候應該算多少給你 一顆子彈還是兩顆子彈 這個 沒有可能 很簡單 我昨天也有說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如果你說有人要出來聽到那個版權 口號 你叫一次我要收回錢 不過我可以豁免你 但我喜歡的時候就豁免 不喜歡就不豁免 大家覺得有沒有問題 大家覺得有沒有問題 例如梁天琦 這個是競選口號來的嘛 次序倒轉 但是梁天琦出來說我要收回這句 逢是你叫的 要是你給我版權 要是你不要叫的 香港人接不接受 你不可以說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裡面沒有創作成份的 你不可以說沒有創作成份的 你想一句會比較好聽的 很多東西你不可以說沒有創作成份的 那又再延伸下去了 不只是音樂 音樂當然是有創作人的成份 填詞啦 然後其他文宣 其他口號呢 當中有很多人畫了很多畫呢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出來Camp 還有 有份付出血的人 是不是要Camp 一份呢 這首歌 中間有連龍牆 有畫畫 有很多創作 畫了一個 畫面 包括年時代革命的那張poster 或者有很多類似的畫面 構圖 每一個設計都會有一個版權 嚴格來說 連我們現在說的東西 全部都有版權 我們現在時代革命裡面的人 全部人都要每一個人出來Camp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付出過的鮮血的人 坐牢的人 他也是這首歌的持份者 嚴格來說 這首革命歌曲來的 這首革命歌曲的話 就不應該有人在從中這件事 收甚麼版權 因為這首 或者這套電影是一套革命電影 那麼現在你呢 就在做一些反革命的宣傳作 可以過一條罪 叫反革命的宣傳罪 這個很嚴重的 所以其實是用相同標準 當然你有很多 覺得自己是音樂創作人 應該有版權保護 如果你要說版權保護 就不只是音樂了 所有東西都有了 所有人都要出來Camp 那麼你的問題在哪裏 保證瓦解 如果當初 你是一口咬定 你有版權 你每一個人唱 每一個人使用的時候 你都會拿出來要去Camp的時候 那麼 很多人可能一早就決定就不再唱了 這首歌已經變成了 是屬於香港人 不是屬於一個團隊的 不應該屬於一個團隊的 誰買這個版權的人也不合理的 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會同意這首歌 屬於某個人 說真的 現在香港還未出現 香港政府說的那些極盡的武裝組織 如果有 我可以負責告訴你 這個團隊就不會成為暗殺隊長 我跟袁弓儀說 議會是我們想出來的 以後所有的議會我都要收版權 就算第二個人搞議會 我都要收版權 行不行 那個想法是我想的 我先講的 黃色經濟圈 我先講的 誰說黃色經濟圈 我就要收版權 黃色經濟圈的確是我先講的 星期二得道一定是我們先講的 因為當時 他們有一個叫他們的經濟圈 我們就想一下我們是紅色經濟圈 我們從來都不會負責 告訴大家 你沒有可能容許他這樣做的 那我就要負責香港議會 如果你覺得這次是一場革命的話 這些東西是沒得負責香港議會 你說不是啊 我們是做生意的 我們是賺點錢的 你說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說清楚 到底你現在是私事還是公事 你告訴我 你是革命還是你賺錢的 你跟我說你賺錢的 沒問題 三屁野 我代周冠貝給 他當然不行啦 他又要看你的票房多不多人唱 你怎麼可能這樣 無限下去 沒有可能這樣接受的 香港700萬人唱歌 香港 香港將來是建國 有一千萬人口 那一千萬人口唱的時候就要付錢了 那就發財了 那你不是發過深層政府嗎 沒有可能的事 最低限度 你也要有一個清晰的說法 到底是甚麼時候交還一首歌給香港人 其實我覺得的問題就是 這首歌是不是屬於你 因為網上有很多人聽我們有創作的那份填詞 很多人幫忙 還有當時 據說我看《連登》裏面有人說 當時作這首歌的時候是有眾籌的 當時是有眾籌的 當時是寫著眾香港人 為甚麼突然被你代表了我的份呢 是不是 我們所有人都有份的東西 為甚麼被你拿去呢 如果你說時代革命這部電影有 吃人血饅頭 這首歌一定一定會吃的 按照相同標準 按照相同標準 而且你那份好像比周冠偉還要大 說真的 這部電影成不成功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 起碼你進去 我覺得是 重新感受到很多香港人 作為一部革命電影 這個是一個好的電影 你可以當成一部革命的宣傳電影 起碼你令到香港人會重新記得 如果大家同意這是一場 革命裏面的一首歌曲 是不可能裏面會有商業運作 是有人去採取版權 是沒有可能的事 那麽你說那個人 是不是永遠都拿不回任何東西 他應該要埋團 也好 總之你拿了一次 就完了 你不能永遠擁有 你不能永遠用的 我簡直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你告訴我 這次時代革命是一場革命 還是賺錢的生意 你告訴我是革命的 其實就是你 不應該拿的 總之相同標準 如果你全部人要談回 在時代革命裏面的版權 多到不得了啦 寫文宣是創作來的 寫文宣 寫書的人就出來說 寫一篇文章我收費 我收稿的 寫一篇文章我收費 因為那些也有版權的 所有創作都有版權的 那你是不是全部人出來做所有版權 說到尾了 你認同這個是革命 只要你認同這個革命的 你做甚麼錢 革命也做錢 這不是革命 做生意找笨拙 原來是賺錢 原來也是賺錢 那不用說那麼多東西啦 賺錢 原來是賺錢 你講就可以了 其實你告訴我 你是賺錢而已 我應該這麼說 用另一個法理的角度 你是Trustee 你是信託人 你是這首歌的信託人 你唯一 這首歌的所謂版權持有的人 只有一個功能 就是藍絲改這首歌去侵權的時候 你出來就告他而已 除了你是做香港 受益人 的Beneficiary 是香港人 你現在是 掛名的Trustee Title在你裏 但是你是Trustee 其實應該是這樣說的 沒錯 這樣說最簡單 你是信託人 我再跟你說多一次 我們用一個很理性的角度 如果香港真的有一對 好像 李家超那些合家產 說甚麼是暴力的 團隊 或者有一對武裝分子 你們的團隊 一定會成為追殺目標 我很負責這樣說 當然好運現在沒有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麼多